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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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排骨里面的水分煎出来 然后再把切好的葱姜蒜倒进来 继续翻炒 把葱姜蒜的香味炒出来 经过不停地翻炒 排骨的颜色就会越来越深 而且葱姜蒜的香味也会和排骨充分的融合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腥肠 一直炒至排骨的表面微微发焦 像这样就可以了 哇 好香啊 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500毫升的啤酒 加入啤酒可以去腥增香 再加入一大碗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排骨多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炖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中途不能加水 大火煮开之后 我们用勺子把表面的浮沫和油脂捞出来不要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吃起来才不会觉得油腻 然后简单的再翻炒一下 让排骨都浸到汤汁里面 接着把调好的糖醋汁倒入锅中 再放入一个八角 盖上锅盖开小火炖4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现在满屋子都充满着香味 然后把锅里面的葱姜大料全部挑出来不要 接下来开大火收汁 排骨通过小火慢慢的炖煮 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看上去色泽非常的鲜艳 在熬制的过程中 香醋基本上都挥发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入少量的陈醋增香 看到锅里面的排骨也已经骨肉分离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铲子不停的翻动 防止排骨糊锅底 等到汤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看着就非常的诱人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最后撒一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 好看又能增香 这样一道鲜香软烂色泽诱人 开胃又解馋的糖醋排骨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肉质鲜嫩 味道酸甜适口 吃着一点也不油腻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赶紧收藏给家人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哟 点我投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